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 做做所以 手 故意 把菜 這隻在這 你好運 我看著 我週末 阿 你一定像這樣 漂亮 好棒 來 接 挺累 哇 神經病 瘋狂 超好笑的 很會笑 好像不是 還是很帥的好笑是不是 怎麼應該行 好 擦掉的時候我已經放開了 你覺得 你覺得 我有穿什麼不帥的嗎 好棒 大家不嫌棄 對啊 因為我是模特兒出身的 我知道怎麼詮釋每一套衣服 對不對 一方哥今天特別來幫我們 讓我們這場戲很精采 謝謝 可是呢 他以為他等一下就可以到 白河旁邊的關子裡洗溫泉 我說 一方哥 我們這個拍照 明天早上你吃完早餐 過去那邊洗溫泉剛好 一方哥說 早上要洗什麼溫爪 你溫柔不溫 別給我騙 不說溫柔 真的沒給你騙 開啊 關水 關水 對 下一個很快 有 來 可以喔 來 準備 揮板有沒有意思 準備開機 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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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 1 1 2 2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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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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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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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4 4 5 4 4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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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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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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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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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1 他在天庭当中呢 他是负责掌管音乐跟戏曲的神 也是我们民事最崇敬的神 因为从我进民事之后 就跟戏神开始卸购了 每天进棚录影的时候 就会遇到戏神 这一次非常有这个荣幸 能够来饰演他本尊的这个形象 我其实对他很熟悉 我相信他也对我不陌生 希望这个戏戏神保佑 台语片喜剧演员之一 A阿仔 人生四十才开始的喜剧泰斗 以下资讯由国家电影中心提供 他怎么没主意 你拖过那天的路 你拖啦 哇 这些水晶真的都哭 啊 我 我拖了 加油啦 拖了啦 你不要拖了你拖 A阿仔 台语片时代的著名喜剧演员 毕生演出过数以百计的台语片 从不见经传的小配角 到台诸级的男主角 他演来都游刃有余 晚年获新闻局颁发 喜剧泰斗 一贯群伦讲座 到近A阿仔一辈子 在喜剧表演上的才华及贡献 其实四十岁之前的A阿仔 都还默默无闻 1916年出生于台北 本名张福才的他 很小就展现表演天分 并赴日本灌录唱片 闲暇也会参加话剧社团演出 但大多数时候的他 仍需为了现实生活到处打拼 曾在铁工厂 夜市摊贩 以及大稻城的大光明戏院 等地方工作 也许因为戏院的工作 让A阿仔有机会观看到 许多各式各样的电影 加上他有时还兼做 西洋片的辨识 既可以一边用台语 替观众解说剧情 又能一边随时观察着 观众的喜好反应 培养出他未来 对喜剧表演的能力及直觉 随着1956年台语片兴起 A阿仔直服已久的戏剧热情 终于开始获得现实支持 四十岁的他 很快以一名A阿仔 在雨夜花 剥画棒等片中 演出配角 1958年 A阿仔更一举跃升为 电影男主角柳哥 在理型导演的 王哥柳哥游台湾里 跟高胖的王哥李冠章 配对搭档 一起疯狂搞笑游台湾 这一对胖瘦火宝 带领观众从北到南玩透透 去碧台划船走吊桥 到北投开心泡温泉 游遍台南安平古堡 孔庙 赤坎楼等名胜古迹 甚至还假扮成 妖妖女人打击坏蛋 行侠将义 逗趣剧情加上夸张演技 显然在电影视觉上 制造出十分滑稽的趣味感 使这部片在当年非常轰动 后来衍生出许多 王哥柳哥的系列电影 让观众笑破肚皮 之后 A阿宅又再与 更有外貌特色的后道搭档 在张音指导的《梅人皇帝》里 后道拜皇帝 A阿宅则演出 卖鸡蛋的穷百姓 两人嬉笑碰撞出的 皇帝下乡的老套剧情 幽默又温馨 而在《狗狼辈》里 A阿宅主演《城市富商》 而后道扮演近城的 香巴老狗狼辈 两人因为一个装满钱的便当盒 弄出了一堆笑话 后来高胖的女邪心 凌凌也加入了阵容 成为更搞笑的三人组合 通常A阿宅大多饰演 剧内的丈夫 胖凌凌则扮演高胖威武的 兄太太 而后道也经常身处其中 推展错综复杂的剧情 比方《风流的胡老爷》里 A阿宅主演《胡老爷》 胖凌凌自然是她的正牌老婆 两人为了胡老爷的风流誓 吵吵闹闹 连去厚道的珠宝店 买了一纸钻戒 也吵到不可开交 活托一对欢喜冤家 这组喜剧三人型热潮 一直延烧到电视媒体 由于1970年代 台语片几乎停拍 他们便一起转进中式发展 演活了二十多部 电视剧里的甘草人物 A阿宅的戏路宽广 无论笑闹游台湾的柳哥 风流成性的胡老爷 严肃机灵的管家间谍 卖鸡蛋捕破散的穷百姓 甚至是永远怕老婆的老公 他那几眉弄眼的戏虐神情 总令人忍不住捧腹大笑 虽然从来没有受过正统的表演教育 但从现实生活经验中打滚出来 一个四十岁才开始的演戏人生 A阿宅招牌细数的身形 及效果斗趣的模样 将永远留存在电影电视的荧幕 以及观众心中